一般是从颈椎这样下来到肩膀的交界处 然后再来肩膀最高处 也就是肩峰的地方 这两点中间 这两点中间 然后划下来 这一条就是我们要的 那它肩部原始点的位置是在这里 这样 所以这样凉 然后下来刚好就对到这一段 那下面是从腋下这样对过来 所以这一点是最低点 那我的习惯就是由下一直往上到这一点 然后碰到骨头之后 再沿着这个骨旁一直下来 那在揉的就是手法要注意的就是 不管你是用右手或左手 第一个容易犯错就是 用尖尖的去顶人家 除非这个患者 长得很健硕 肉很健壮 肉很多 要揉深层 你才要这样子 要不然 要不然最好是怎么样 我们一般正确的是用这个旁边 而不是尖尖的 一般容易就是用尖尖去顶人家 那另外还有一个会犯错就是 位置 我看很多人错误就是 我再下来一点点 而不是这两个的中间画下来这一条 而是更往下沿 那往下沿去顶人家 那个很刺激很痛 但效果不是很好 好 那我实际操作给大家看 就是第一个这样 手就是很简单的 不要出来放下去 半跪式 然后放下去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只要前后 很轻松的 是用放下去的 而不是这样 这样去顶人家 放下去 那放下去 你只要前后这样就可以 很轻松 手根本没有什么用力 那这样的力量 其实已经很大了 好 那我们一点一点的往上揉 好 揉到差不多这里 差不多有骨头了 碰到骨头了 这时候怎么样呢 我们再转向 那转向 这时候身体就要 比较高了 那手就要往下顶 这个时候才要往下顶 但记得 手不要往外张 一定要往内缩 因为往外会压到人家骨头 所以往内 然后这样 然后顶下去 那也是前后 这种力道都不需要很大 揉到哪里呢 揉到骨头的尽端处 好 这就是肩部原始点 我现在就要往下顶 了 这就是肩部原始点 我现在就要往下顶 就要往下顶 好 那边 我现在就要往下顶 来 那边 感谢观看